这条路里面代表客家村 住着秋林地 你看有这个吊桥 有竹桥 老一辈的客家乡亲 对搬家迁徙 逆地而居 都有段深刻记忆 客家人就是这么团结 前村到他家去 一个人搬一样 一个人搬一样 抱着新家 新家最多请你吃汤盐 漫画大使刘欣钦 记录客家人早年的生活点滴 750公分长的 台湾客家乔迁图卷 被称为台湾版的亲民上河图 庶民的生活 把客家人全部家当都画出来 传统客家习俗透过画笔 不再失落于时代脚步中 刘欣钦暂时放下漫画风格的创作 如实记录客家重要的十二节庆 这个叫铁词 它不是这样刺的 是这样反过来用的 这个喝茶的叫凤茶 那个时候不是用碗 竹筒 竹筒做的 崔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十二节庆系列 你慢慢完成 然后也要说典故 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个 做到暗幽 哦 用在千度时间 用在动度时间 对 用三千球 花很久时间 对不对 我说做得很细腻 我说花很多时间 对对 这种东西我不能乱画 这个要有根迹的 用精力作画 用故事传承文化 内湾大审婆客家漫画节 列明十二庆典之一 而她以母亲为样本而创作的大审婆 更被赋予多重的角色代言 红到千里之外 生命的意义在于寻找自己存在的热情 获得了金盘奖终身成就奖的刘仙青老师 依旧源源不绝的创作者 她计划 接下来要完成客家生活百公图 值得拭目以待 做到暗幽 永烈动度时间 做到暗幽 永烈动度时间